抱歉 作为一个认知智能模型 我无法执行实际操作 但是我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建议 他在教我怎么调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董车地抢先试驾 我是柚子 那今天我们试驾的车型呢是 大众ID Unix的中文名宇仲 作为大众首款纯电轿跑SUV 也是大众安徽旗下的第一台车 与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话不多说 我们开起来先感受一下 与众全系搭载的都是宁多时代的三万里电池 入门版会提供一块82.4千瓦时的电池包 它分为后驱跟四驱 后驱版官方的CLTC续航是614公里 我们这台是一个四驱的高配版本 预计可以做到400公里多一点 那动力的部分呢 前后双电机带来的是250千瓦 大个472牛米的动力参数 其实它开起来的感觉就是一如既往的油味十足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无论是电门还是刹车的调校都非常的线性跟脚 在常规的状态下行驶 它的加速是很温和的那种上手 运动模式下猛踩一脚 也不会呼呦一下就窜出去 你会觉得它整体是可控的 那四驱版的零改加速呢是5.6秒 虽然不算极致吧 但是我觉得是足够用的 而动能回收呢在经济和舒适模式下几乎察觉不到 运动模式反而是它动能回收最强的状态 会有明显的拖拽感 那如果你开关了电车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这里去切换到B档 但如果你是多年的油车老司机的话 那真的是可以在这台车上做到油电 无缝切换非常好上手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选择ID系列的原因之一 那除此以外呢 就是它还提供了抓地性更好的一个动态牵引模式 和可以自定义的个性化模式 转向手感偏中性 指向性不错 全系都标配了可变转向比够灵活 那转弯是前轮内转向角 它可以做到48度多 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挺夸张的 带来的4.7米的转弯半径 对于像钻个胡同啊或者是很窄的道 掉头都是比较友好的 那这一点呢 在我们今天的场地试驾中啊 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感受 你看较窄的锐脚弯和U型弯 几乎真的是可以做到一把过 就是这个全景影像 我真的无力吐槽了 清晰度很拉胯 还有很大的积变 所以呢我全程被迫只能看右侧的 俯视图来判断距离 底盘和悬架的部分扎实 紧致得问十足 在这儿就能感受到大众的调校功底 搭载DCC自适用悬架调节 可以在舒适跟运动之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但是我觉得它整体还是会偏舒适的家用感 对于颠簸的处理上呢 大部分是比较干脆的 卡塔卡塔路感清晰 但是呢对于大坑和连续的烂路啊 我觉得偶尔你会感受到一点点多余的弹跳 虽然是单层玻璃 但是MVH的部分整体还算处理的不错 80以下车内都挺安静 90再往上呢会听到一些轻微的风噪 透过A柱这里传递到车内 那最后就是新势力车型最津津乐道的高阶置架的部分 它呢做的比较保守 我只是提供了一些基础功能 比如说车道保持啊 然后电道辅助啊 全速域的自适用悬航啊 等等这些 那整体来讲呢 车道保持 其实它一直会持续不断的小范围调整方向盘 好在传到车身上的感觉不多 其次过大雪丽的弯道 它做得很好 那打灯变道的部分呢 我尝试了好几次 但一直没有成功 再有呢就是遇到红绿灯路口的时候 如果等待的时间稍长 它就没有办法跟前车自动行驶 需要我们再踩一下油门 如果说动态感受是与众ID相同 那设计就是与众不同的开始 区别于ID圆润的感觉 这一台车会更加突出强调运动奢华 比如它急剧下压的前机盖 赛车头盔式的前锋挡 灵力破锋的上扬腰线 以及车尾的小压尾呀扩散器 无一不再强调自己的运动属性 而奢华呢则是从金标开始 你会发现这车里车外 会加入了很多的金色元素 包括点时成金这个词 也是贯穿了这台车宣传的始终 看来啊厂家对于它也是寄予厚望 那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外观啊 就可以给它看成是ID4的邪恶黑化版 这台车的车身尺寸如下轴距 是2766毫米 身材比较标准的A型SUV的尺寸啊 然后呢从入门版开始 它提供的就是20寸的轮圈 我们这一台呢是一个21寸的 采用了前235后255的轮胎 虽然它的定位是一个轿跑型的SUV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线条是过了吸柱才开始往下溜的 因此呢它并不会对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造成影响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 得益于它溜背轿跑的设计 所以整体的开口还是蛮高的 储物空间的部分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 但是呢有两点值得改进的地方 第一就是二排座椅放到之后 不能形成一个纯平的状态 那第二点呢就是外面的地台 跟里面的挡板中间是有一定高度差的 如果提重物的话可能觉得有点吃力 内饰呢整体是环抱式的座舱 偏向跟驾驶员一侧的车机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感觉 整体呢就是简约精致 你们看门板处这些星星点点的流行灯 又给女孩子悄悄的拿捏了一下 储物空间的部分呢想给它点个赞 你看啊导台分为了上下两层中央的扶手 虽然它的开口不算很大 但是它足够的深 其次就是这儿的设计真的很合理 左侧是无线充电面板 右侧挡板打开之后呢 是两个Type-C的接口 而且充电线可以顺着这个小洞 给它拿出来那手机放到上面就刚刚好 相来说优点 以地图为底 它左侧集成了很多常用功能的小卡片 其次支持三种手机互联 CarPlay Car Life和华为 High Car 而且呢提供了常用功能的App 三空调提供速冷和速热模式 点开之后呢配合前面的蓝色灯带 达到了一种视觉体感的双重降温 非常适合今天38度的北京 四首款3D模型终于上车了 而且呢还可以给它换装 非常像我们小时候玩的QQ秀 虽说这个功能炫技大于使用 但或许是个虹马神器 有待提高的部分也有两点 第一整体的反应速度已经达到了卡顿的状态 第二点就是基于科大逊飞的语音交互功能 其实并不聪明 你好大众 在呢 空调温度调到24度 自动导航到天安门 他在教我怎么调 来到了后排空间表现呢 说实话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了不少 前面是我的驾驶坐姿啊 目前我的腿部大概可以做到四拳的空间表现 头顶呢也可以做到一拳零四指 但是呢它的通透感一般 首先后面的车窗会比较小 其次前方的一体式运动座椅遮挡了我的视野 然后中间的这个扶手箱 它位置会偏厚 再加上中间的坐垫位置偏高 所以呢这个部分只适合应急坐人 配置的部分呢头顶提供了一个遥遥领先的遮阳帘 往下来看是空调出风口 除路格和两个Type-C的接口 那座椅坐垫的方面呢 可能首先它基于电池包的影响啊 地台会偏高一点 然后再加上坐垫比较薄 靠背角度又不能调节 所以我觉得如果长时间久坐的话 可能觉得有点累 好在呢座椅坐垫的长度是足够的 所以能给大腿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乘托性 OK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 首先来说优点的部分 驾驶感受油味十足 一上脚乎云车 底盘够紧致扎实 得味十足 开起来呢是有怎样操控感的 而且储物空间安排的也比较合理 后排的乘坐空间也远超预期 缺点的部分 一 两车窗控制按键真的很反人类 二 主驾离人就下垫 三 车机反应流畅程度 一般云交互不聪明 四 依旧为MEB平台 所以后面是鼓沙 那这台车呢 预计在7月的中下旬就会上市了 你们觉得卖多少钱合理呢 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 尽在懂车力 OK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